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适合用于AARB或者ACEI的病人 这一类药物就不适合用 那么CCB我们说它适合于就是说有脑出中风险的 脑出中风险的 但是它有个不良反应 它说可以造成脚肿 双侧脚黄关节的水肿 那么力量剂我们说适合于发生高血压合并性衰的病人 这种病人它可能发生了一个脚部的水肿 有一个性功能不全 那么这种病人它用力量可能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它也有个问题 如果长期服用立竿机可能会造成电解值的流失 因此我们不同的病人要选择不同的一些药物 来适合自己的降压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